大家好 我是香港小甜心 这里呢 是在香港的太平山顶上 过来山顶游玩爬山的人挺多的 每天 从这里往前走呢 去往百家道富人去了 从这条小径上往下走就可以了 这里呢 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的风景 白家道这条道上呢 挺好的啊 虽然路面呢 年代久远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可以随便走来走去的锻炼身体 看看风景 前面呢 就是百家道富人区的豪宅了啊 是百家道尽头最后一家豪宅 这栋独特的建筑风格呢 是外国富豪成郡兼家的豪宅 这里呢 住着的是柬埔寨的外籍华侨大老板大富豪 这里的环境清幽 绿化面积呢 达到了80%以上啊 风景优美 空气清新 哇 又在装修啦 19年的时候都在装修 现在今年又要装修 这栋红色的豪宅占地面积也比较大 寸头寸镜的价值呢 好几个亿呢 旧山顶道呢 可以通往林霄阁 狮子亭和白家道三顶的缆车站 很多人说富人区的道路呢 怎么这么破旧啊 富豪也不修一下 其实呢 这路是政府的是公共的 所以不是想修就能修的啊 林霄阁 狮子亭 缆车 中途站 还有半山 这栋豪宅呢 现在又在装修粉刷外墙了 哇 正在装修呢 正在刷外墙啊 这么多人刷 上面两个 下面两个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的点个赞点个关注 来播强烈推荐吧 下期见 拜拜